欢迎来到奥迪新装年选中古车 今天为您说明 Body Q5 40 TFSI跟45 TFSI差异重点 重点1 涡轮差异 45 TFSI高出力引擎涡轮供应商Carry制造 40 TFSI低功率引擎涡轮小一点由Continental制造 重点2 电脑供应商差异 45 TFSI电脑采用最新世代Simon C-Mode C9系统 40 TFSI电脑供应商维持Boss设计 重点3 可变气门差异 可变气门扬成设计摆放位置有所不同 45 TFSI扬成机构是坐在排气端 主要功能让涡轮反应更为快速直接 需要加速时涡轮持压表现更好 引擎升级潜力比较大 适合集团内高性能引擎使用 比方保时捷Macon 40 TFSI扬成机构在进气端 在气缸头位置就是一组制动器 控制图轮切换大小 达到引擎所需动力 适用集团内平价车款引擎使用 比方福斯Tigen 330 TSI 现在奥迪新装原厂认证中古车 就有一辆高阶动力输出版本 2021年Q545 TFSI Quattro行政部门主管用车认证释出 还是抢手的白色 车况完美而且没受到缺晶片影响 ACC加盲点侦测加车道维持辅助等安全配备都齐全 现在比买新车享有64万的价差 更低于买新车Q540T价钱 就可以直上Q545 TFSI高规格动力版本 真的划算 畅快输出 完美呈现 本周限定特价188万 只有这台 赏车预约专线 奥地原厂认证中古车 销售顾问 李志人 行动电话0910277197 扫描加LINE下询商台 谢谢收看